現在看看兩場竹總盃四場賽事 穿著黃衣的天水圍飛馬 穿著綠衣的和庫大埔 這個直線導彈套比得很漂亮 接著7號的安道 壓過了對方後衛 不毒食 接著交比就是安基斯門前掃入空門 1比0 上本場32分鐘 和庫大埔就是憑著這個突擊 1比0影響天水圍飛馬 你看到大埔那些投米很開心 接著又一個長傳過來 又是安道 你想控控球控了給安道 接著過了龍門 幸好門將李漢浩封位封得快 把球擋出底線 否則輸出2比0也挺難打 見到天水圍飛馬的卡尼祖 一級過了陳旭智之後 底線散了球 接著見到陳柏良過了一個 底線一出球過來 接著門前伊達撞入38分鐘 追成1比1平手 這個球看見陳柏良的技術 而且底線很急勁 和庫大埔的角球 一球過來 不如見到基頓 咬一咬頸 一鑽上去便死過入網 45分鐘的時間 和庫大埔是贏到2比1 好了 上半場 俄虎大埔2比1 看看下半場 後面入體的陳立明 交了球給安基斯 安基斯一個角度過了之後 這樣交球過來 杜漢涛射兩次 都是被李漢浩封到的 仍然是2比1 好了 看看這個球 拐過一個 過了第二個 接著 撞過去遠處 很可惜 剛剛儲編出界 不可以替天蘇維飛馬 追成禍局 但不要緊 看到李康廉交給張健鋒 底線出球過來 看到卡尼祖滲了 球證 就是吹雞 接著 還要給黃牌 12馬 這球球黃牌了 呂志興 再看一次 其實這個球 有點雙腳如地 看到卡尼祖 其實自己滲低 不過球證已經判了12馬 伊達粗刀 梅開二道 龍門捉錯路 86分鐘 天蘇維飛馬 追成2比2平手 90分鐘 打成2比2 那就要加時了 上半場 加時 和虎大埔角球 門前一輪混戰 接著見到基頓 一頂頂過去 戶空門之際 就是射入自己龍門 這球球過了八階 所以基頓梅開二道 94分鐘 替和虎大埔 成為3比2 看這個球 漏了 接著 解圍有太Q 基頓 頭鎚一撮過去 這下就是了 剛剛過了八階 入球是成立 3比2 再看這球 見到 呂志興 兩黃一紅 97分鐘 備逐離場 而和虎大埔角 教練張寶春 因為不太同意球證的判決 所以也被球證推逐離場 3比2 加持下半場 見到後備入踢 陳立明 扎偉這樣射入 這球真是世界球 111分鐘的時候 4比2 我想天水為飛馬 都沒甚麼機會 可以反撲 但這裡見到和虎大埔的隊長 陳旭智受傷 接著球證走過去 說他拖延時間 接著兩黃一紅備逐離場 但這個時間已經不要緊了 和虎大埔4比2 擊敗了 擊敗了 陳旭智 五輪